男子拿着一对瓶子来健保 自称这个瓶子在床底下已经藏了15年了 专家鉴定后惊呼 这种瓶子也敢放在床下 你的胆子可真大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节目开始 一位男子捧着藏品慢慢地走上了舞台 上台之后 主持人热情地向男子说道 毕先生您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健保现场 请问您今天带来的藏品是什么呢 听到主持人的问话 毕先生开口向大家说道 大家好 我今天带来的藏品是一对瓶子 这对瓶子我已经收藏了 差不多15年了 前几天我的朋友看到我的瓶子后说是假的 被他这么一说 我的心立马就慌了 于是就连忙来到咱们节目现场 想让专家老师帮忙鉴定一下 看看我这对瓶子究竟是不是真的古董 这样我的心里就踏实了 听毕先生说完之后 主持人好奇地问道 毕先生 您这对瓶子竟然已经收藏15年了 难道我以前从来没有鉴定过吗 听到主持人的问话 毕先生开始说道 我这对瓶子当时是通过朋友那而买的 而我这位朋友是一位资深的古董收藏家 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 买回来之后就收藏了起来 一直没有找人鉴定过 原本我想等孩子长大以后吧 这对瓶子当成传家宝 继续传承下去 然而前几天有位朋友听说 我有一对收藏了15年的瓶子 因为他非常喜欢古董 于是就非要来我家做客 想要一睹这对瓶子的真容 后来我就从床底下把这对瓶子拿了出来 听到毕先生说 从床底拿出收藏的宝贝 主持人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毕先生 你为什么把宝贝放到床底下呢 被主持人这么疑问 毕先生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道 其实这15年来 我一直都把这对瓶子藏在了床底下 因为我感觉放在床底下最安全 无论是白天晚上 我都可以随时看到他们这样我心里 也更踏实 听毕先生这么一说 现场的观众也被逗笑了 不过许多人也都表示理解 宝贝肯定要好好藏起来了 这时候毕先生接着说道 我把瓶子拿给朋友 欣赏了一会儿后 他就开始研究了起来 不一会儿而后 我看朋友的脸色不太对 就问他怎么了 难道我这对瓶子有问题不成 听到我的问话后 我朋友转过头对我说 这对瓶子应该是件仿品 而且瓶子的造型非常古怪 跟普通的瓶子还不一样 他建议让我赶紧卖了 听到朋友的话后 我表示这瓶子绝对不可能是假的 毕竟自己已经收藏了15年了 而且当时还是从熟人那里买的 所以我一直坚信 不会出错的 然而心里同时也有点担心 我相信朋友 他也不会平白乱说的 于是就想到了 来咱们节目现场 让专家老师来鉴定一下 听毕先生说完之后 大家也都对毕先生的这对瓶子 产生了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瓶子 会这么古怪呢 这时候主持人笑着说道 我也非常好奇这对瓶子长什么样子 那么现在就请我们的专家来鉴定一下吧 主持人说完 毕先生就捧着瓶子向专家走了过去 专家接过之后 脸上就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 然后抬头向毕先生问道 你是从哪里买的这对瓶子 当时你朋友有没有跟你说过 这对瓶子的来历 听到专家的问话 毕先生回想了一下说道 这对瓶子的具体来历我不清楚 只记得15年前 我朋友跟我说 有人想要出手一对瓶子 因为知道我一直想要收藏古董 所以就联系问我要不要 听到消息后 我急忙赶了过去 到那儿之后 我朋友对我说 这对瓶子经过他的研究 应该是宋代时期的古董 而且只需要2万块钱 买了收藏起来 将来肯定能当成传家宝 因为我那位朋友 通过研究总赚了不少钱 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 于是当天就将这对瓶子买了下来 后来就一直藏在了床底下 听毕先生说完之后 专家满脸震惊地说道 这瓶子你也敢放在床底下 胆子可真够大的 你知道这瓶子是什么东西吗 听到专家的话 毕先生一下子懵了 现场所有的人也都是一脸不解 这瓶子究竟有什么特殊 竟然让专家这么吃惊 这时候专家接着向大家说道 毕先生的这对瓶子 确实是出自宋代时期 而且释放商周时期的 青铜冠耳瓶 所以说你的两位朋友都没有骗你 这对瓶子既是真品 也是一件房品 你说你当时花了2万块钱买的 现在卖掉的话 可不止这个价了 听到专家的话后 毕先生笑得非常开心 这时候专家看向毕先生说道 毕先生 你这对瓶子虽然是件古董 但是这对瓶子 可不是什么观赏器 而是有名的陪葬名气 俗称魂魄 宋代时期 魂瓶陪葬习俗达到了顶峰 人们制作了各种精美地名气 等墓主下葬之后 两个瓶子会一左一右 放在墓主头部两侧 一般造型越精美地魂瓶 代表着其主人生前地位越高 而你这对瓶子也算是中等水平 现在卖了大几万 还是不成问题的 因为毕竟喜欢这种古董的人不多 所以平时出手也不容易 大部分都是放在了博物馆工人心上 像你放在床底下收藏的 更是少之又少了 所以我才会说你胆子太大了 真是不知者无畏啊 听专家说完之后 毕先生也已经被震惊地 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自己收藏在床底下的15年的宝贝 竟然是件名气 想想就觉得后背发凉 自己还一直将这对瓶子当成传家宝 这也实在太阁音人了 看到这里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你有一件这样的宝贝 会选择继续收藏 还是选择卖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